新闻大事件的观众朋友好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2024年4月7号星期日 首先感谢许先生再次给我们的节目捐款支持 也感谢观众朋友给我们的点赞和留言 有观众在上一集节目中留言说 不能理解抗议内塔尼亚湖的以色列民众 为什么不去抗议哈马斯恐怖分子 而只是去抗议打击哈马斯的以色列总理 有不少观众表示认同这样的质疑 欢迎您也参与留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接着我们来关心亚洲区域的事态 下周11日 日本 美国和菲律宾三个国家的领导人 将在美国华府召开第一次峰会 值得关注的是 4号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受访时说 三国将推动三方合作计划 包括在半导体 数位科技 通讯网络 竭尽能源 以及关键矿产等领域 岸田向日经亚洲表示 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 日本有必要扩大参与 并且负起更大责任 为东南亚国家提供选项 包括对菲律宾 三国领导人会谈的目的在于 强化彼此的经济及国家安全 来应对区域的各项挑战 其中就包括日益专断的中共 预计三人还将讨论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 以应对中共日渐增强的网络攻击威胁 并且发展涅矿供应链 涅是制造电动车电池的关键金属 菲律宾是涅的主要生产国之一 东京与华盛顿希望 透过一些合作计划 菲律宾可以在不对中国科技 产生依赖的情况之下发展经济 例如 有美国公司在菲律宾 开发半导体制造设施 并且有日本协助 培训菲律宾工程师 或者是日本和美国 在菲律宾发展5G网络 显然 美国日本在强化彼此的伙伴关系 也在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合作 好的 那么在广告时间里和您分享一位 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 谢女士因为不幸的跌倒事故而受伤 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盖的疼痛 然而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保之后 发生了变化 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她的改变不仅体现在行动上 她的夜间睡眠品质 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夜尿问题 谢女士的经历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提醒我们 无论面对怎样的健康挑战 总有解决之道 如果您或者是您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 不妨尝试考虑三高代谢保 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520网站提问 将有专家团队为您解答 请注意 谢女士的故事反映的是她个人的体验 结果可能会因人而异 我们鼓励消费者 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 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这一周新闻大事件 我们的主题放在本周国际大事 全球舆论聚焦之一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为其4天的访问中国之旅 周四项五 耶伦抵达中国南方大城市 广东省广州市 周五在当地一整天的不同活动当中 他反复地指出 中国某新新商品的生产过剩问题 给一些国家的就业和企业带来了风险 他敦促中共当局改变政策 遏制电动汽车等绿色能源的出口 耶伦警告说 新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更加恶化 还谈到了他认为具有可行性的建言 耶伦所指的新产品 正是近期中共引以为傲的明星产业 所谓的外贸新三样 目前正以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支撑 那么中共可能配合西方国家的相关要求吗 专家们是怎么观察这些问题的呢 事实上 世界许多国家已经开始重视这些问题 而且在耶伦行前 拜登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 做了长时间的谈话 当时拜登就提出了 对中国损害美国工人利益的 不公平贸易政策的关切 有意思的是 据称 第二天 中共官媒对这一通话广泛报道之后 习近平特别强调的一句话 冲上了微博热搜的榜首 观众朋友 您注意到习近平讲了什么样的话吗 待会我们在节目中详细说一说 请看接下来的报道 5号 在广州市举办的中国美国商会活动当中 耶伦讲话时表示 它将解决中国商品载电动车 太阳能板等关键产业供应过剩的问题 综合媒体的报道 耶伦表示 中国经济规模太大 没有办法通过出口来实现快速的增长 减少过剩的工业产能对中国有利 因为过剩的产能正在给其他经济体带来压力 目前 北京当局对制造业直接和间接的补贴 跟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目标有关 但是 这导致产能大大的超过了中国国内的需求 也超出了全球市场的承受能力 耶伦还指出 各界越来越担心 中国产能过剩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 在中国国内市场需求下滑的情况之下 导致中国电动汽车 太阳能板 半导体 和其他产品的产能过剩 这些产品涌入全球市场 这对中国不利 并且正在损害其他国家的生产商 面对与会的约40名驻中国的美国公司高管 耶伦说 产能过剩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 但是 现在问题已经在加剧 我们看到新兴行业正在出现风险 这可能会削弱美国公司和工人的生产 以及包括印度和墨西哥在内的世界各地公司的业务 在这之前 耶伦和经济重镇广东省的省长 王伟忠的会谈当中 首先提出了上述问题 当天稍晚 耶伦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 经过三个小时的会谈 主要内容也是指出 中国工厂产能过剩和不断增长的出口 在海外造成的问题 加剧了潜在的贸易紧张局势 在双方两天的会谈之后 耶伦发声明说 双方的对话是促进围绕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的讨论 包括失衡跟产能过剩的关系 我打算利用这次机会提出 为美国工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耶伦透露 这次访问中国的首要任务 就是说服中国官员 控制电动汽车 太阳能板 和其他清洁能源技术的过剩产能 这正在威胁美国和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力 这个汽车业在美国是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产业 美国有很多研究 包括经济学研究都发现 那个低价产品清销到美国 事实上对美国对应的产业 还有劳动市场是有负面影响的 这个很确定的 台大经济系教授樊家中向本台分析 过去十几二十年 中国很多商品都清销到美国去 一般的低阶商品 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政治风暴 你如果是小小的产业 欧美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你如果动到电动车 动到汽车产业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办法沉没了 政治压力马上就起来 欧洲也是啊 其实日本也是啊 你会伤害到美国的汽车业的时候 这个就影响很大了 而且又在选举的当头 现在就是事情越演越烈了嘛 已经变成大家关注的焦点了 如果越伦不去 大家要选吗 越伦可能要去表达关切啊 中共当局的官方通稿只提到 在会谈当中 中方就美方对中国经贸限制措施 表达严重关切 并就产能问题做出充分的回应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同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记者会上宣称 美国针对中国的经贸科技打压措施 层出不穷 制裁中国企业的单子越拉越长 这不是去风险 而是制造风险 4月6号晚间 耶伦飞往北京 7号他会晤中共官员 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 北京市长殷勇和财政部长蓝福安 8号将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央行总裁潘公胜会晤 经济专家谢田教授向本台分析 我想对美国政府这次最大的关注焦点 就是中共有了所谓的新的新制生产力 新三样 我们也知道中共已经用它这个战略 其实占领了全世界的这种光伏市场 现在在电池和电动车 它想重温旧梦 但这个实际上是就触及到了 很尖锐的中国和欧洲 中国和美国之间利益中途的关系 因为中共它实际上是在用国家补贴的方式 在鼓励电动车的生产和电池的研发 而然后这些用这个低价倾销的方式 现在是试图占领欧洲市场 导致欧洲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要求对中国进行反倾销的调查 反政府补贴的调查正在进行 经济专家谢田敲授向本台分析 对美国来说 实际上拜登政府现在是有点未雨绸缪 因为中共已经打算在墨西哥 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厂 它想利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的 美墨加协议的优势 从墨西哥生产汽车 可以没有关税直接进入美国和加拿大的市场 这样势必会对美国的汽车企业带来巨大的冲击 所以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明显 也非常迫在眉睫 因为对美国来说 汽车产业是美国传统的最重要的居住 涉及到上百万人的就业 中共用这种国家补贴方式 把中国自己的产能过程 和自己的失业的问题 等于是转嫁到美国来 并且利用这种美墨加之间的这种协定 美国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叶伦行前 2日拜登总统跟习近平通电话 在约1小时45分钟的讲话当中 讨论了多项问题 双方阐述了各自的立场 之后 白宫发声明表示 拜登向习近平提出了 对于中国损害美国工人利益的 不公平贸易政策 和对非市场经济做法的关切 美国将继续采取措施 以防止中共窃取可能威胁 国家安全的美国先进技术 拜登还在此警告 切勿干预11月份的美国总统大选 另据中共外交部新闻稿 习近平在拜习通话当中 阐述了双边关系 所要坚持的三大原则 其中他特别强调 要以稳为重 不折腾 不挑适 不越界 保持中美关系 整体稳定 经过中共官媒广泛报道之后 立刻成为了网路热词 据美国之音报道 北京时间2号的深夜 关键词 中美关系要不折腾 不挑适 不越界 崇尚了微博热搜的网首 阅读量高达8665万 精选留言区 多时呈现 祈愿中美和平共赢 祥和的说辞 另外一方面 耶伦此行的背景 是拜登政府试图 对中强硬立场 包括限制中国获取美国技术 对数十亿中国出口商品 征收关税 保持正常沟通管道 跟避免经济战之间取得平衡 拜登政府内部担心 中共的出口战略 中国过剩的工业生产 会影响太阳能技术 电动汽车和锂电池的全球供应链 尤其担心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低价出口 会阻碍美国的相关产业发展 拜登主要的关切 也就是耶伦这次到中国访问主要的目的 也就是美国的汽车业 受到中国电动车倾销的影响 所造成的问题 原来自由世界的贸易 是有一套游戏规则的 现在中国用大量补贴倾销的做法 去促进电动车产业的发展 然后用低价 大量的卖到欧美市场里面去 当然欧美的汽车业受到很大的损失 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汽车业当然就是对美国来讲 是一个很关键的产业 它政治影响力非常大 所以拜登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 要来处理这个问题 耶伦实际上是具体执行拜登的政策 执行他的命令 我认为必然导致两国经济上的对立 迅速的升级 关系恶化 因为这个似乎是个很难调和的问题 美国肯定是不会统一 不会让中国的电动车进入 而中共积极在用这个方式来摆脱经济困境 所以这个冲突是直接的利益冲突 我想其实这个主动权还是在美国 美方所指的中国轻销过剩的产能 正是中共当局引以为傲的外貌新三样 也就是电动汽车 光伏和锂电池 上个月27日 耶伦在乔治亚州诺克罗斯 一座太阳能电池制造厂讲话时 抨击中国加快太阳能电动汽车和其他商品的生产 使不公平竞争扭曲了全球价格 伤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 以及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工人 耶伦说他从工业化国家新兴市场和全球商界 不断地提到一些担忧 有关过去中共当局对钢铁和铝等等产业的支持 导致严重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 中国企业低价出口产品虽然维护了中国的生产和就业 但是促使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业收缩 自中共当局开放COVID-19至今 中国经济更是显示出复苏乏力消费不振的态势 当局希望以提升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的贸易顺差去年飙升 最近中共总理李强强调 去年新三样的出口增长近30% 耶伦行前也就是本周三 当记者问及如果中国不注意产能过剩的警告 他是否会考虑设置贸易壁垒时 耶伦表示虽然他不打算立即采取任何措施 但是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 耶伦一直在回避提出任何新的贸易壁垒的威胁 并且表示美中应该保持沟通管道 美国不应该跟中国的经济脱钩 但是他在广州时表示 他不排除采取更多的行动 保护美国新兴的电动汽车 电池 太阳能和其他商品供应链 不受中国低价进口商品的影响 耶伦虽然说不会往脱钩进行 事实上大家都在往脱钩进行 只是这个过程不会很快 它慢慢发生了 耶伦的意思是说没有马上要脱钩 但并没有说永远不脱钩 这个脱钩大家都在做 现在说的好听叫做去风险化 就是说有关安全的问题 他们把两边隔开 可是实际上这个脱钩以后会越来越明显 樊家中分析 中美脱钩是大势所趋 这个方向是不变的 一直在进展 只是没有立刻撕破脸 都说没有脱钩 但是双方都在往脱钩的方向进行 通常美国大选年民主共和两党 对中共引发各种问题的讨论也会显得更为突出 综合媒体的报道 今年2月初 美国前总统川普团队 在权衡对中国进口商品全面课征60%关税的计划 共和党人士敦促 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实施更多的限制 川普回答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 玛利亚·巴蒂罗姆提问时说 如果今年11月份他当选总统 将会考虑增加对中国征收关税 也许税率会超过60% 川普说必须这么做 你知道的 显然我并不是想伤害中国 我想跟中国好好相处 但是他们真的占了我们国家的便宜 川普反驳增加关税税率 会启动另外一场贸易战的批评 他说这不是贸易战 反驾中分析 川普一向说到做到 他当选之后就会认真地考虑这件事情 而且很快就会对中国出售 60%的关税意味着 在中国生产的东西 价格会大幅度地增加 那么产业的生产基地 还要摆在中国吗 反驾中分析 把生产基地移出来 到其他国家的机会 窗口越来越小了 很急迫的 11月后就选取 川普还是上台的话 搞不好明年上半年 他就十四六十的关税 这些财源人都不知道 那个钢刀已经夹在脖子上了 这个风险已经很明显 不是一点点 不是乱猜的 所以脱钩是大势所趋 只是快慢的问题 假设拜登连任的话 这个趋势也继续走 只是没那么快 欧洲以后会站在什么位置上 不是很确定 以后的脱钩也会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可能没有像美国走得那么快 那么彻底 根据大陆新能源汽车企业公布的三月份销售量 比亚迪在海外销售的新能源汽车 也就是电动汽车 合计超过了三万八千辆 据报道 截至目前 比亚迪已经进入全球78个国家和地区 并且在匈牙利 泰国 巴西等海外地区 投资建厂 另一据英国金融时报三月份的报道 巴西工业部对中国涉嫌倾销工业产品 包括金属板 彩图板 导化学品和轮胎等产品展开了至少六项调查 巴西是拉丁美中欧最大的经济体 正受到廉价进口商品浪潮的冲击 在中国国内 比亚迪电动机车三月份的销售量约30万2000辆 首季累计销售62万6000辆 年增长13.44% 去年同期20万7000辆 年增长46% 特斯拉在第一季销售量下滑31.8% 跟比亚迪的差距在拉近 台湾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劳谢开奖节目当中分析 从特斯拉现在所面临的困境 那么可以想象未来的发展 他强调 要如何比开中国的杀戮 这是现在所要面临的一个最关键的现实课题 另外 华尔街4月5日报道 为了重振经济 中国正在向世界大量的供应廉价商品 报道认为 这是20多年前 中国开始冲击全球制造业数万亿美元的2.0版 这一次 世界正在反击 美国和欧盟威胁 要提高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设备的贸易壁垒 现在 包括巴西 印度和墨西哥和印尼在内的新兴经济体 也加入了抵制的行列 把矛头对准了从中国进口的钢铁 陶瓷和化学品 怀疑这些产品正以极低的价格倾销到他们的国内市场 中共不会轻易地承诺放弃 但是我想川普已经表明了他要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 来阻挡中国汽车进入 这个选举现在是10月份才进行 所以这一段时间拜登政府我认为他受制于中共 他的家族的那些贪腐和拿了中共的钱 这个已经大家都众所周知 但事实上被中共捏在了手里面 所以他现在不敢对中共很强硬 但是现在又不得有强硬 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整个美国的汽车行业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比较棘手 谢田分析 相信这一次耶伦的访问 不太可能会马上取得一个积极的成果 双方在这方面的争议和对抗肯定还会加剧的 目前中国经济在严重的衰退之中 失业率增加 并且它原来的经济模式已经失效 它要找新的模式 但是现在中国国内的市场不足以让它的经济复苏 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质量不好 但是中共还是寄希望于西方的电动车市场 能够挽救中国的经济 所以它现在不会放弃 因为一旦放弃 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没有出路了 报道当中也提到 周五 叶伦在广州表示 中国太大了 无法通过出口实现快速增长 它多次的警告中国 不要通过大量生产廉价商品来刺激经济 如果政策只着眼于创造供给 而不同时着眼创造需求 就会产生全球溢出效应 各国已经在采取措施 保护本国的制造商 免受大量降价产品的冲击 印度对中国制造的螺砖和螺丝 到玻璃镜子和真空保温屏等各种产品 展开了反倾销调查 阿根廷正在调查中国的电梯 英国正在仔细地审查挖掘机和电动自行车 报道说 中共当局对全球反弹的回应 一直是谴责那些 都是日益抬头的保护主义 显然它不打算改变策略 中共官媒在报道当中 谴责西方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抱怨 称是夸大欺词和虚伪 值得关注的是 中国已经就美国对本国电动汽车的补贴 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 宣称 美国把中国零部件排除在外的条款是不公平的 樊家中分析 我的预期是中共不会改 不会让步 所以制裁会发生 因为这是中共的DNA 中共搞产业政策就只会搞那个大补贴 大药菌这一套 它不会别的 在目前中国经济情况那么糟的情况下 它需要有一个明星产业 成功的产业去做面子工程 这个就是电动车 它哪有在考量一般民主国家会考量的人民福利呢 所以在电动车上估计不太可能让步 所以美国跟欧洲迟早会采取制裁的手段 只是时间点早晚的问题 还有手段严厉的问题而已 惩罚手段很多 惩罚性的关税就其中之一 而且非常有效 最后和您讲一个有意思的花絮 耶伦在周四抵达广州之后 有中共官方媒体在报道当中 称赞当晚耶伦在一家粤菜馆餐厅用餐时 熟练的使用筷子 舆论笑谈说 如果耶伦此行发出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要求当局改变政策的警讯之后 美国开始实施关税或者是其他贸易限制 中美两国的关系可能会很快的就会恶化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观众朋友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持续锁定新闻大事件节目 也请您多多留言发表您的观点 别忘了给我们点赞转发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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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